顾总竟然喜欢她 我是说有好感 撩妹的话还是要主动点好 我知道了 顾总 你确定不需要你可爱帅气 呆萌到炸裂的小助理 帮你策划一下吗 毕竟我看锦西貌似也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听说今晚她是跟莫南一起去的江家 继续 那个莫南是锦西的初恋 详情 那个就是很狗血的剧情 锦西和莫南两个一直都是同学 莫南从小就是门油瓶 然后班上同学都欺负她来着 有次锦西就站出来帮了她 后来两人一直到高中都是同桌 再后来莫南就表白了 据说当时闹得挺大的 莫南还差点给学校记过了 据我所知锦西貌似交过不少男朋友 不过都没有超过一个星期的 我知道了 她的资料不用查了 叫灵天回来 灵天一个小时刚到M国机场 工费休假 哦 我知道了 我这就给灵天打电话 这个月给你加奖金 谢谢顾总 还不走 陆子晨立即屁颠屁颠地滚了 第二天早晨 昨晚你说请客 我答应 哦 我今晚有事 明天晚上可以吗 嗯 那个 我自己做可以吗 好 嗯 嫂子 我可以来蹭饭吗 可以 你们喜欢吃什么 我明天下班之后 先去一趟超市好了 陆子晨正准备报菜名 结果从后视镜匹 见他家老板那张冰衫里 我不挑市的 我啥都吃 随意 车子到了Legend的国际 沈锦西下车之后 飞快地跑进了公司 希姐 莫总叫你去一趟他办公室 莫总的心情看上去 怎么样了 不太好 莫总平时虽然比较冷淡 但是也很少白脸色 我刚才去他办公室的时候 差点直接给冻住了 希姐你小心点啊 阿弥陀佛 阿门 上帝保佑 敲了敲莫南办公室的大门 进来 嗯 那个 听说 莫总找我 解释 那个 昨天晚上 我突然肚子有点不太舒服 大概是胃病犯了 所以就先走了 没来得及跟莫总道别 不好意思啊 为什么不跟我说 嗯 当时那种场合 莫总身边环绕着那么多名门千金 我也挤不进来啊 还疼 不疼了 反正也是老毛病了 那个 没啥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做事了 五分钟之后 在车库等我 我带你去见一个客户 嗯 今天要见什么客户 公司最近有款新产品发布 需要先拍摄广告 稍后广告跟新产品同步上市 公关部已经联络好了星辰传媒的艺人 今天敲定合同 好的 那我去准备一下啊 五分钟之后 雷震的国际地下车库 那辆麦巴赫是谁的 总裁的专家 我警告你 离那个人远点 后边电脑上有资料 你先熟悉一下 稍后这个广告 由你来跟 我们这次合作的女性居然是苏芸汐 芸汐女神简直美渣了 我以后一定要芸汐女神给我签名 怕比不上你 不不不 我女神怎么可能比不上我 你看这脸蛋 这胸 这屁股 大半个小时后 星辰传媒总部大楼 会议室 莫总 欢迎欢迎 莫总 这位是 她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香水师 也是这次广告的主要负责人 申锦西 锦西 这位是星辰传媒的曹总 曹总好 沈小姐长得这么漂亮 有没有考虑转行来拍戏啊 以沈小姐这样的条件 我敢保证 不出一年 你就是最红的女星 她不需要 曹震江也没那么不识抬举 应付了几句 就把话题转移到了合作上 合同签示得很顺利 广告拍摄的时间也敲定了 星辰传媒这边 会无条件地配合支持 签下这个大合同 曹震江再三挽留 莫南和沈锦西吃饭 沈锦西都巴不得留下来 跟她的女神共进午餐 然而 莫南直接就给回绝了 回去的路上 沈锦西满脸哀怨地瞪着莫南 想吃什么 我请 海鲜 我一定要把你吃穷 我吃不死你 哼 谁叫你棒打鸳鸯 开散我跟我女神的 再替你女神半个字 你一片海鲜都别想吃 你这是欺压良民 吃完饭 沈锦西和莫南回到了公司 沈锦西刚回到研发部 妹子们就围了上来 戏嘴巴舌地问起莫南 唉 我说宝贝们 既然你们对莫总都这么感兴趣 为啥不直接去追啊 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谁敢呢 西姐你刚来还不知道 那个 公司都知道 咱们莫总是洛洛姐的 就是啊 洛洛姐跟莫总可是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 这份感情 我们谁比得了啊 这次正好洛洛姐出国进修了 不然 我们哪敢在这儿说莫总了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八卦 洛洛姐回来了 据说已经去见莫总了 你就是沈锦西 是 花音落下的瞬间 一份厚厚的资料 劈头盖脸地朝沈锦西砸了过去 砸得沈锦西眼冒金星 你是什么东西 你敢在我的地盘觊觎我的东西 那个合作是我之前就跟莫总谈好了的 你凭什么跟我争 道歉 哼 道歉 你这个臭婊子根本不配 道歉 你个贱人 你居然敢打我 你居然敢打我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个贱人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打 宋洛洛随身带着好几个保镖 此刻 保镖们立即蜂拥而上 将沈锦西团团围住 然而 几分钟之后 几个保镖全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哀又连天地惨叫着 我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道歉 沈锦西一步一步走向送洛洛 你在干什么 南哥哥 这个贱人他欺负我 他刚才还动手打我了 我这脸都被他打肿了 南哥哥 你要给我做主 把这个女人赶出公司去 闭嘴 给锦西道歉 南哥哥 你说什么 你凭什么要我给这个贱人道歉 我再说一次 给锦西道歉 否则 立即滚出公司 莫总不要生气 我们家洛洛 也只是一时气昏了头 他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那个 我替我们家洛洛 跟沈小姐道歉 可以吗 滚 宋洛洛满脸怨恨地瞪着沈锦西 都怪这个贱人 这笔账 他一定会找这个贱人算的 对不起 你说什么 对不起 莫总 公司规定的首席香水调配师 需要啥条件 你能调配出下一季新款产品 就是公司的首席香水调配师 好 一个月 我保证让宋小姐哪里来的 再回到哪去 好了好了 大家都散了 继续工作 莫南的助理梁明赶了过来 立即让大家去工作了 莫南也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宋洛洛自然也被叶兰劝说走了 沈锦西完全就像个没事人似的 继续整理拍摄广告的资料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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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